日本東京食品展已舉辦了41年 是亞洲最具規模的專業食品展 縣長利用這次出訪日本的機會 參觀了這次的展出 台灣展區是全館第四大的產展單位 共有112家的台灣廠商 那這個鳳梨是哪裡啊? 現在是屏東的 喔 現在是屏東 因為屏東是屬生於東北 那六月七月才會轉去台東 其中代表台東的江皇阿伯 陳天琦先生 是台東縣唯一代表去日本的廠商 縣長特地前往了解和關心 縣長表示 江皇阿伯 陳天琦先生 年紀雖然已經超過70歲 仍致力於江皇產品的開發 配合縣府創新研發補助計畫 成功取得江皇產品的技術研發 更完成許多江皇的加工品 藉由這次的國際展覽 拓展新的商機 我們台東今年只有江皇博 這一家來 那他的江皇的確是很好的東西 我們希望他在日本 可以有很好的成績 除此之外 縣長更把握機會 前往其他掌管進行參訪和了解 其中對於同樣為農業縣市的長野縣 所生產出的農產品以及食品加工 精緻程度感到十分驚訝 在展覽的擺設技巧也令人讚嘆 這個是國際上三大食品展之一 那我們現在在日本的這個展區 看到他們的農業 他們的飲食的文化 那個精緻的程度真的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敬佩 那很多的產品它可以創造出非常高的附加價值 我們也在思考評估認真的評估將來 有沒有需要台東更積極的來鼓勵我們的農民農戶 到這樣的一個市場上面來推廣來行銷 那個讓我們台東的農業能夠更走進國際 取經回國之後將會審慎評估 並協助台東的產業 進軍日本以及國際市場的可能 東新聞 陳建英雄 林婉珍 日本東京 茶餐報導